韩国瑜5号展开苗栗倾听之旅 上午10点参拜苗栗县竹南镇龙奉公 值得注意的是 国民党籍苗栗县长徐耀昌特地下台 拉着以往亲绿的五党籍前苗栗县议员蔡明雄上台 据悉蔡明雄称得上是苗栗县有力的亲绿地方势力 陈水扁过往还特地拜访过蔡明雄 蔡明雄一上台就火力全开 痛批民进党施政无能 令台湾民不聊生 他进一步呼吁大家明辨是非 在2020选举中下架民进党与蔡英文 你看 我们四年来 我们人民会有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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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就是要改变的事情 对吗 对 让我们被写人不聊生 大家一直打 我相信 这次我为了 为了我们公平正义 为了我们未来的佳孙 我们的一代 没有人要为了这个教育 为了我们的未来 所以要一次改变 拜托我们各位 让你认识吧 这次没有人要 下架民进党 好 好 好 希望我们在台湾 大家这次要绝识 爱得起来 他要给你骗 我骗了 给你说 我骗了 这次我切起来 我煮熟 我煮熟 蔡明雄表示 民进党现在吃香喝辣 眼中没有民众 一意孤行 他实在看不下去 才愿意站出来力挺韩国瑜 韩国瑜表示 蔡明雄说的话 让他感慨良多 撇开政治 全台2300万人 都在同一条船上 民进党却无时无刻 想要操弄所谓台独 迫害台湾民众 值得大家警醒 面对民调落后 韩国瑜则再次强调 不要相信那些民调 现在满街的民调 满街飞 跟这个西游记孙母空的 耳朵里面的金箍棒一样 可长可短可大可小 可高可低 不要相信那些 我们相信的是民心 民心得民心得天下